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的来做留意 当然温度很高 紫外线也很强 能看到红色甚至紫色的灯号 就是晒15到20分钟就可能会晒伤 而且湿度很高的情况之下 体感温度就更高 台北的体感温度在今天来到了44度 而在桃园也有41度 所以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了 这一周的天气状况能看到 在今天明天后天在礼拜一之前 都是由南风跟西南风主导 而且高压逐渐减弱 所以南风的水汽被带上来之后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就要来增加了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降雨状况 主要是集中在下半天 午后热力作用影响之下 在大台北地区可以来到 90%以上的降雨几率 甚至南部地区也都有40%以上 所以能看到降雨分布 主要是在大台北的南侧 能看到红色甚至是紫色 也就是累积雨量可能到达150毫米以上 另外在中部山区还有东部的山区 也要特别留意 到了晚间虽然说水汽收干 但是南高平迎封面地区 西南风影响还是会为台湾 带来一些水汽 所以我们要交给您防重署的四招步骤 首先我们要来防晒 再来要多补充水分 防晒用品一定要擦好擦满 另外也要带一些像是帽子 或者是一些防晒外套来做好准备 最后我们要在一个比较通风舒适的环境 可以感觉到比较舒适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